你都没有出现过的奇美风景被我拍出来了 你信吗 我现在的位置是神龙家原始成岭 与之单天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神秘的溶洞 鱼泉洞 此视频全程高光 建议先点赞后观看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你的视觉盛宴 钻石钻石 我让你你们快来啊 钻石 毕竟最终探索极限 大家好 我是户外小北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鱼泉洞的附近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徒步山路啊 因为这个车子开不上去了 这里只有一条很小的公路 而且前面有塌方 我们这时候呢 就穿越这个山林呢 去那个洞里面一探究竟 好了 出发 干 这沿路过来 发现了有很多这个火急啊 这个小时候可是我们的零食哦 咱们继续出发 是左边还是右边 以你分析 与我分析 我们大路应该在这边 今天咱们是一行五人啊 这个鱼泉洞的消息呢 是前面那位粉丝朋友提供的 现在呢 他是已经去到了洞口 后来回来了 又寄不到路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找了一下 最后确定啊 是从这边迂回上去了 他说这个鱼泉洞呢 就在这个悬崖的下方 咱们这时候马上就进入洞口了 最开始进去的那个村民啊 在里面发现了有一个生坛 那个生坛里面有很多那个 长着四只脚的那个鱼啊 四脚鱼 就是岸河里面的一种鱼啊 所以呢就称这个洞啊 为鱼泉洞 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啊 可以到这个洞里面去看到那个鱼泉 好 这时候就已经成功的是到了这个洞口 洞口的中间呢 有一个巨大的石笋 是上下相连 特别的漂亮啊 咱们继续前进 更美的风景肯定在里面 哇 这上面挂了很多 白色透亮的这种石笋 这石笋都是透亮的 再看这边 哇 这上面 像珊瑚一样 好漂亮啊 这里洞窗很高 上下的落差差多是20来米 地上很下 地上是稀里 再看这边 哇 好漂亮 可以看到这边的洞窗 真的非常的高啊 这是属于典型的卡斯特融洞 好漂亮 看那个 纳三根 幸亏没有被人敲过 这个好漂亮 亮光闪闪的 像钻石一样 这洞窗还很宽厚 我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 这个好像云母岩 好臭啊 可以看到这里有干涸的泥巴 这个看起来已经干涸了很多年 难道他们当时说的这个鱼泉呢 就在这里吗 因为这里好像是有地下泳泉起来的 但是这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没有水哪里来的鱼呢 我们继续往里面前进 这像一个美女在这里面壁丝过啊 头发垂在这个后面 很漂亮 我的天哪 这像一个巨大的瀑布 从上而下 然后这下面有很多这个干涸的老泥巴 这以前绝对是有一个地下水潭的 万年的泥巴 哇 真的好看 金距离欣赏一下 看这个上面有这种波光淋淋的感觉 看到没有 哇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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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砖石啊 噗铃噗铃非常的散 噗铃噗铃 看这里 哇塞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个 全部都是噗铃噗铃噗铃的 太漂亮了 这上面还有一些人踩的脚印 这个 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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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灵不灵 真的好看 这一整遍都是的 看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透啊 看这个还透一些 像鱼鳞一样 我的天 这个洞里面全部都是这种 不灵不灵的 这个让我们已经走不动到了 这里它是偏这种蛋黄式的这种感觉 也是像钻石一样 闪闪拔不过 满天都是小星星 好我们继续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这边又是截然不同的风景 它是有这样的 中文字 中文字 连在一起 形成的这个像猪耳 像蘑菇 像毛笔 一样形形色色的中文字 那这个好看 一层一层的 看到没有 哇 这种还挺少见的 哇 下面又是一个不灵不灵 看到没有 哎呀 这个好看 好看 这是谁亮的床单 在这里 原来 这个好看 哇 哎呀 这么漂亮 那洞 你们天空没 哎呀 只有我拍给你们看 不灵不灵 哇 天哪 快来 快来 哇 看这里 破了 天哪 好好看 这个 前面的队友有点大叫 那肯定是好看 这破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单黄石结成的中文石 破了 天哪 这个好看 这感觉就不是人间的景色 哇 哎呦 这个 帽子都忘掉了 哇 这个还好看一点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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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哇 像海带一样 这个 好有食欲啊 看起来像弹塔一样的颜色 像什么 像那个猪大肠一样 什么 我的天 你看这个 是不是像猪大肠 晾在那里 搞那个 腊肠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的说一个美好一点的词吗 那这个就是像大肠 这不像裙摆吗 像碎花羊群 嗯 哎呀 这感觉 哎呀 有点舒服 哇塞 这个真的 爱不释手 爱不释手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这个好看 这个摸得太舒服了 我看 它这个上面 主要这种暗纹 我觉得特别好看 对 它这个 这应该是折叠 折叠光 光线的那个 动到就是 从这里往上去的 不知道上面 还有一些什么眉心 咱们继续前进 这里要往上攀登 但是这个很安全 因为它这个 种乳丝上面 有些尺 不会很滑 小心头 这个一定要戴头盔 摊着溶洞了 这个正在生长期的 种乳丝 看起来特别的嫩 有种很嫩 很润的感觉 咱们继续前进 天然的中乳石桥 你们见过吗 今天我见到了 看到没有 这是玉化的石桥 我舍不得从这上面踩 这个 哇塞 太漂亮了 看到了 奶黄奶黄的这种感觉 这里的洞枪很高 哇塞 仿佛自身于天宫一样 不知道前面又有什么美景 哇塞 这里有像九寨沟的那种叠坛印 看到没有 这里有几步台阶 就说明这个以前的 它是肯定是有水的 说不定这里面就是 有那个鱼的 那个鱼泉 哇 来看这个 这要有水的话 应该是特别的好看 可惜了 可惜了 没水 哇塞 这个好漂亮 哇塞 好大的空间 这里 是吗 嗯 这是那种猪鼻孔 哇塞 这这这这看这个 这这这这这像什么 九寨沟 像不像猪鼻子 天然形成的猪鼻孔 就在这个大碟坛里面 哇塞 这要是有水的话 可能在里面还能够发现 一般里面的一样 这要是有水的话 还是非常的漂亮 哇塞 全部都是布林布林的 非常好看 像相反的钻石一样 然后呢 队友呢 是爬到那个上面去了 他说是从那边过去了 咱们先欣赏一下这里的空景 中路时期 太漂亮了 这个是石灰岩上面形成的 好 咱们继续前进 这空间好大 我的强光手电 已经照不到边了 下面这是主动道 我这里下去的高度 大概是15米左右 这上下的高度 差不多是接近了50米 然后队友呢 是在这个上面 发现了有非常漂亮的中路时 现在我们要过车到天前 把它上面去一探究竟 出发 这边这个中路时上面 它是不滑的 所以走起来 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是哪里都可以抓住 看到没有 一定要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了 之后才可以通停 不然这个 摔下去也是不得了 队友说有非常漂亮的中路时 咱们前去一探究竟 太漂亮了 这一整尊中路时 全部都是这样 不灵不灵 特别的散 特别的透 圆圆望去就是很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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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这个鹅馆是触手可及啊 但是我们不要去破坏它 可以看到这边有正在生长的这个鹅馆 很漂亮 我的天哪 你们看一下 这个地上 有很多这个 不灵不灵的这个 灰色的中路时 再看这个上面 不得不佩服大自然 看着鬼斧神功 真的是造化神奇啊 哇塞看那个洞领 那个花纹 好漂亮啊 好好看啊这个 不灵不灵的 好漂亮啊这个 满得住啊 真的是雌穹 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 反正就是特别好看 看完了这边震撼的景色 咱们这时候 继续下到主动道 往前看一下 会有什么好看的风景 这边下去相当的安全啊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所有的队员呢 从这个上面 非常安全的下来了 下来之后 又是这个 中路是碟坛 但是已经没有了水啊 虽然没有水 但是 看起来依然是非常的漂亮 像龙龄一样 连这个洞体里面的这个石灰岩 都是这么的漂亮 这边 这边洞枪很宽阔 咱们继续前进 简直就是 九层夭塔 因为已经迷惑了我的心智 走在这里呢 仿佛自身于洞中的九寨沟 因为这个碟坛啊 一层一层 非常的像九寨沟的那个 大家懂得啊 但是可惜的就是这里没有水 要是有水的话 这里面应该是能够看到那个村民 说的那个四角鱼啊 那是非常震撼的一幅景象 但是 这里面已经干涸了 可谁啊 改道了 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咱们继续往前面探索 看看前面还有什么样的美景 走 咱们出发 咱们看这里 这个中路是碟坛 它是成一个半圆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往下延伸的 然后在这个碟坛的中间呢 有两大块石头 砸到了这个碟坛上面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水流消失的原因 看这里直接砸裂了 对 这里有很大一个裂缝 可能啊 是这个地壳的变化 引起了这个石头的脱落 好 我们这时候就 顺着这个碟坛往上走 就能够找到这个水的源头了 哦 这里就是最高点 看到没有 这四周都比较低 这个水 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 这就是水的源头 这就是水的源头 看一下 这是第一层碟坛 这个上面 有很多中如石旗 但是现在一滴水都看不见了 太可惜了 咱们 站到这个水源处 向下望去 碟坛 碟坛是往四周分布的 太可惜了啊 是 越靠近源头的这个碟坛 是越漂亮了 因为它的深度和它的硬度 这个行程的时间都是最久远的 东道到了这里就变得平缓了 高度不是很高 那这是南天门吗 好看好看 现在我们身材比较苗条的队员 去这个小洞道里面看了一下 里面还非常的深邃 但是我们带的所有电池 已经全部用完了啊 所以呢 这集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集视频 我们就用这个小洞道 继续往里面探索 看看这个洞究竟通往哪里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洞穴里钻石绵地的场景 你见过吗 在湖北神龙驾铃区 就有这样一处溶洞 洞道之间无人探明 上集说到 由于装备不齐 鱼泉洞最神秘的地方 没能进去 这期视频 我们带上专业装备 去往洞道深处 进入那些 玲珑剔透的洞穴器官 毕竟追踪探索极限 大家好 我是户外小北 由于上期视频呢 我们没有带充足的电源呢 去到鱼泉洞的那个 狭窄的洞道那里呢 就原路返回了 这一次呢 我们修整了一下 带了七天的光源呢 以及一些设备 准备再次进入鱼泉洞 通过那个狭窄的洞道 看看这个洞究竟有多深 势必把它全部探明 走在最前面的是阿滋啊 他背的是摄影的一些器材 走在第二位的是阿虎 他背的是安全带 以及一些必要的装备 我呢背的是取缆的衣物 以及食物啊 我们今天势必把它弄个明白 这一位就是我们 神龙家邻区的护林员 他是过来监督我们 再就是想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洞里面的情况 天空不作美啊 这时候下起了小雨 但是这个没关系啊 今天我们一行四人呢 是势必要把这个洞搞个明白啊 第二次进洞啊 我的心情依然是非常的激动 上一期视频呢 别人看到这上面有个洪流罐子 这个确实是的 这应该是以往的这个探动者在这里留下的 他们说这个进到洞口了 这个有点像一个观音 有可能是别人放在上面起伏的啊 这个嗯怎么说呢 尽量不要动它 当然地上有一些小垃圾的话 我们能带走的话 就尽量的把它带走 但是别人有意的放在那里 可能是某种祈福的仪式啊 这种还是不要去破坏它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到洞里面去 一探究竟 这时候就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两根石 住这里 我们这位护林员 他是第一次进这个洞 他看到这一幕 他确实也惊呆了 他不知道这个洞里面有这么漂亮的钟若石 这一次我们又来到这里 这一针非常非常非常散的这一针钟若石 哇塞好漂亮 咱们继续前进 上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 上一集呢 我们一个比较瘦小的队员呢 他从这里过去探了一下 这里面是有一个动道的啊 首先要进入一个狭窄区域 过去大概是走50米 然后进入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啊 今天呢我们呢 从这里进去 开始我们这期的视频 这个洞到了差不多 直径只有 35公分左右 这让我望而生畏啊 毕竟我这个款头啊 一米八几的大个儿 钻这里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不要紧 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干穿这个洞 好了 话不多说 我来打先锋 这个包不取的话还干不进去啊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过一下子了 好 把相机拿过来 现在这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从这里进去 然后那个洞道一直是往那边延伸的 这里有很大的风 说不定这个洞是有另外的出口的 咱们开看 现在我们的第二位队员 是阿智啊 阿智的话它是属于这种 比较圆滚滚的身材 所以搞这种洞的话 一般都会选择滚动前进 它也是先丢了包 这个方法是挺好的 就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 完全只能勉强一个人这样通过 这样身体非常的灵活才可以 第二位好汉是阿虎 他这时候丢进来的包包非常重要 这是一些探动所必须的一些设备 好 现在我们看他的伸手是怎样操作的 好干的漂亮 他是采用了两只手把自己的身体给托起来 然后往前迈了一步 他是采用了一个倒退式的这样一个行进方法 嗯 这一招干的漂亮 干的漂亮 好 此处应该有掌声 有点赞 好 下一个就是护林员 护林员是空手前进 应该对他来说 难度不大 现在都已经过来了 摊动这种活动 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 不要一个人冲在最前面 要照顾到每一个队员不同的体能 好 现在所有人安全的过来了 摊这种东西一定要带好头盔 必须安全操作 好了 咱们进入冻道最深处 冻道咧 你上次摊的冻道咧 走啊 一直走啊 一直往上走啊 天哪 这里又是非常狭窄吗 这样过去有多远 不远 应该有几米吧 几米 好 继续干它 你先上 这个冻道的高度大概是1米5 然后左右的翻度大概是30公分 我们队友 他是采用了这种人在前面 然后把包在后面拖着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前进方式 现在队友了 他是把我的包接过去了 因为我这个快途确实太大 继续前进 这个一定要带头盔压 所以衣服要穿的厚一点 免得刮伤了 我们刚才用汽车仪测量了一下 这里面是不缺氧的 养分相当充足 哇塞 这里面走起来 特别的舒服 因为地上的土很松软 我的天哪 好大的空间 好大的空间 哇塞 这边有从未被破坏过的中路石 好漂亮啊 好大的空间 这里上下的落差 差不多是20多米 咱们继续前进 哇塞 前面有洁白如鱼的中路石 快来快来 我的天哪 快来快来 天哪 看这个中路石 简直是洁白如鱼 好漂亮啊 天哪 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天哪 看这个 我的帽子又忘掉了 我的天哪 这个好看好看 太激动了 这个太激动了 我的天哪 这里空间好大 可能有上千个平方 这边 这边 哦 这边有个树井 这树井 哦 这不算树井 这是一个地下一层 这里很小意思啊 我们带了绳子 待会儿探探一下 我们看这个中路石有多通透 往上摸一下 我的天哪 这差不多四五十公分厚 能够用光全部打亮 看到没有 我的天哪 这大概有一个七八米的高度 是从洞顶 直接连接到洞顶的 然后再看这边 哇 我来给你打个最亮光 你看 哇 我的天哪 这个好看好看 太漂亮了 但是我们小心一点 不要去伤到它 你们很多人 老实说我喜欢大叫啊 那你们看到这种风景 你们大不大叫吗 你们说 我的天哪 这全部都是绝白如玉的中路石 这是一片中路石林 然后那个中间呢 有一个树井 我们这时候呢 决定还是先探主动到啊 这个树井 我们待会儿也一定会下去的 看到没有 这个树井不高 大概有一个三四米高 但是它不好上来啊 咱们继续前进吧 我们看前面又是什么样的风景 这里是从来没有人类 涉足过的痕迹 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个 进入这个洞穴的团队 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 尽量是走在这个土上面啊 这中路石可能轻轻的一碰就会碎掉 咱们必须要保护环境 咱们继续前进 这边就有这个硝土了 看到没有 这个土上面泛着这种白色的光 这种就是硝 这像不像下过雪的那个田地一样 特别的漂亮啊 银庄树锅的 哇塞 自身于这里仿佛 处在那个魔幻世界一样 这两边的这个石灰岩呢 它是怪石灵犬 错落有致 特别的好看 哇塞 这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我尽量少解说一点 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啊 这里要走上坡了 我们看这边 这种蛋黄石全部已经停止了生长 由于没有水的缘故 哇塞 这边还有个洞道 但这个洞道好像是个石洞道 咱们爬上去 可以看出 它的那个伸手是非常的矫健的 大家都说想跟我们一起探洞 但是你有没有这么好的功夫呢 这里像一个巨蟒的头一样 哇 我看好漂亮 咱们这位护理员大哥呢 他也是伸手还比较好 由于他常年在那个山林中穿梭啊 练就了一身不俗的文明 好 现在 继续前进啊 这个一定要穿比较防滑的这个鞋子 爬这种抖子 可以看到 这是采用的一个手脚被用的这样一个 弹爬方式 这样爬的话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大家伸手没有我这么好的话 一定不要模仿 好 哇 现在好深的洞道 好深的洞道 快来 来 现在我们所有的队员呢 已经非常安全的上来了 这个前面还有很深的洞道 然后这边呢又出现了这个干河的碟坛 可以看出这个以前呢 应该是有低下河的 这下面是个竖井呢 但是不高两三米 现在这个伸手最矫健的先锋啊 已经横切过去了 现在我们依次横切 这里是需要布绳的 必须安全操作 现在阿滋开始横切 接下来就是护林员开始横切 切过来了之后 我们往洞道深处前进 下面是一个峡谷 也是一个干洞道啊 咱们继续往前面探索吧 看一下前面有些什么好看的风景 这里有个塌陷 为什么全部干河了 可太可惜了 应该上面是有水源的 咱们继续前进 刚才从这边过来 这里发现了有很多碟坛 但这个好像是干涸了非常久的时间 可能干涸了上万年 因为上面全部被干的开裂了 先锋队员已经上去探路了 上面什么情况 上面有很窄的洞道 我不去看感觉 始终到了 好吧 那我们去搞那个天坑 搞那个大厅里面那个天坑 现在我们就原路返回 去那个非常漂亮的 那个中鲁士大厅里面 下了个树井去移探究竟 我们势必把这个鱼泉洞全部探明 好了 开干 现在我们开始布绳 准备下这个树井一探究竟 我们还是决定找自然模拟 这里本来徒手也是可以下的 但是不好上来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绳子 拴在这个中鲁士上面 这样不会破坏陕体 好 这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落地 好 非常的完美啊 尽量找一个不会磨绳的地方 这样算 上面好多的空间 我现在就已经平安地落地了 这个太震撼了 你要站一下 现在我的队友们 他们开始下降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树井的底部 我们看一下这周围是什么样的环境 哇塞 这真的特别的油深啊 看到没有 好 现在他们在准备这个安全带 对 对 这一招干得漂亮 什么 要 这太高了 都达到了3米 哈哈 这样就降下来了 一个3米的高度 哈哈 你还要我擦 哈哈哈哈 真的你才行 真的非常的幽深啊 不然待会我爬的时候太孤单了 看他能否从这个3米高的树井爬上 你把你捉上去 你看 哇 他可以啊 他可以单手引体向上 队友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啊 这时候呢 已经都非常安全的上来了 到目前为止了 这个鱼泉洞已经全部探明了 它的总长度大概是一个4公里 好了我们这时候原路返回 感谢大家观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